最佳女主角得獎的是林青霞 台上話音光落 台下響起掌聲陣陣 鏡頭一轉那位被點名的女主角 露出了最燦爛的笑容迷倒眾人 他形著光 昂著頭 一步步向舞台走去 自信大方 優雅進顯 這年是1990年 林青霞36歲 崇艾爾有18年 出演過近百部作品 此刻的金馬封後 卻是實打實的第一次 他高舉掌盃 笑以形形道 只要你執著理想 不斷努力地去追求 成功終究是屬於你的 大明星的優越與光環 顯露無疑 試啊 他可視林青霞呀 美貌驚人 作品無數 注定成為傳奇 再入影史 再正經的頒獎時間 他都敢調皮 讓他們緊張一下 不要那麼快講 他那時正當紅 出過遊玩 女伴兼自有 是巨星鄧麗君 隨便幾張合照 都成全世經典 但 大明星的生活 也不是只有星光取綻 還有家常所視 在太金馬封後的 是電影滾滾紅塵 正是在電影拍攝期間 臨星霞見到了親姐姐臨利 他們失散多年 之前從未亡面 甚至一度連對方的存在都無從知曉 如今初見各自人生坑比兩極 一個總是光鮮亮麗受人追捧 一個難免風塵瀑布窩居小村 兩人的落差 源自何時 之後的命運又將如何交錯 萬幸 時間吸出了最好的答案 因為縱使 歲月紅樓滾滾向前 有些東西永遠不會被帶走 比如親情 比如風骨 臨利和臨清霞的命運差距 始於出生 前者生於1948年的大陸 後者生於1954年的台灣 他們本事同根生 同父同母 組織都在山東青島 可 臨家父母的身份 埋下了隱患 他們都是醫生 曾為GMD工作 1949年 他們副臺 者一路必定空險 臨為民和馬蘭英能忍受 只有三個月大的臨利 能嗎? 嬰兒本就脆弱 更何況長時間的顛佩流離 無奈之下 他們決定暫且把女兒送回老家 交由臨父臨母照汗 待時機成熟再來團圓 沒人能了到 此個權宜之計 竟硬生生地拆散了一個家 更讓尚在強保中的臨利 未來充滿驚擊 臨利的童年 捨滿了苦難 先跟著爺爺奶奶 再由叔叔阿兒養 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遠在對岸 對他終日概念 即以為自己是叔叔阿兒的孩子 但不論跟著誰 貧困都是不便的大色 好在他不是個埋怨生活的人 日子衰苦 走著走著也能熬出一絲甜味 畢業後 臨利選擇了一條規規矩矩的路 成為農村教師 駐紮鄉間 傳授知識 家級中戲畢業的丈夫 生下三子 每個月領著450塊 一家人製在50平的小房子裡 收入不多 但資足 日子平淡 但圓滿 偶爾 他也看電視 畫面裡 斯林利從未接觸過的世界 男人女人 星光取燦 燈紅走路 紙醉金迷 妹妹林青霞 在這個世界裡如如得水 林青霞的童年 倒入不算大富大貴 但若和林利比較 確實歡愈太多 返台後 林為民夫婦辭了原職 做起了生意 家底不說紅厚 也算穩健 當然 林家的髮跡 更多橫視借了林青霞的東風 因爲他實在太美了 微雨間有鷹氣 眼神裡帶著柔情 一憑一笑 極具風雲 魅力極大 如此美人 天生屬於營炳 更何況他內心也有向往 所以 後來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從電影窗外出道 用美貌經驗眾生 用實力創下口碑 林青霞這個名字漸漸地紅片了兩岸三地 與名氣一起到來的自然還有財富 新人時林青霞的片酬就已破問 行來沒試或出過度假或擴加血瓶 寸的大的不是名牌就是定制 作家譯書增爆料上世紀八十年代 林青霞的片酬為二十五萬港幣一部 即便圈中不乏比他更貴的 對於尋常百姓而言 這已是天假 錯過的三十多年裡兩姐妹可謂毫無交集 甚至對彼此都聞所未聞 林李社邊叔叔保持了沉默 林青霞那邊 林維文也隱瞞著大女兒的存在 或許知情人都做過最壞的打算 百行中的萬行事傳機終於出現了 1981年兩岸三通開始提上日程 何謂三通? 答、通郵、通商和通行 三十多年了 兩岸隔絕的狀態終於要打破了 對林維文夫婦而言 他們等這一刻已經太久太久 返台後一至一天天過去 他們等來了以兒子誠心 三女兒青霞、小女兒麗下 家業也從無到有 妾帶女兒團圓的計劃 遲遲無法提上日程 局勢未明 兩岸未通 夫婦倆急在心中卻也無計可思 當時的通訊技術可不比今日 沒有網絡 沒有手機 打個電話都是車子 寄信才是帶頭 更何況 林維文夫婦遠在對岸 林維也早已搬來老家 遠走他鄉 想要走到林維 談何容易 不想過多聚述 林家尋女的艱難 你只要知道 兩岸關係開始緩和 再上世紀80年代初 而林利真正見到親生父母 在1987年 從準備團聚到美夢成真 林維文夫婦都等了六年之久 他們到處打聽 林青霞也動用人物 小女兒林維霞更是直接登報尋找 幸運的事她終於被找到 也直到被找到的此時 林維才知道自己竟是過巨星林青霞的親姐姐 得知真相後的她 有過迷惘 有過困惑 但沒有過一個怨言 機場是相應的第一站 眼神對上的那一刻 雙方都落淚了 四周人來人往 他們緊緊相擁 陰眼淚流淌 任思念訴說 林維文夫婦自覺有愧 大了很多東西未保女兒 我們沒能參加你的婚禮 姐姐就當作遲來的嫁妝 你還缺什麼都告訴我們 其中有一樣是抬高檔相機 姐是你妹妹青霞送的 她也肯掛念你 但狗仔太煩了 她只能另外找時間 就這樣 時間一訪又是三年 林青霞事業精精一上 林維繼續平淡生活 但還是有變化的 他們知道了彼此的存在 開始書信往來 血緣就是這麽奇妙 能輕易衝破時空 打破格核 林維和林青霞明明缺席了對方 生命中的前幾十年 卻再聯繫上以後 關係突飛猛進 每次寫信 林青霞都會以子短情長結尾 她換著姐姐 分享自己拍戲的故事 林維也由中地為妹妹自豪 不停念刀著我妹妹可真漂亮呀 兩姐妹在1990年終於見上了面 高興多過失落 感動多於遺憾 哪怕世人仍在唏噓 姐妹同源不同命 她們仍把手緊緊相獻 2002年12月4日凌晨 台北 某高檔署所內忽有一聲巨響 有人跳舞了 下一秒現場開始混亂 尖叫聲 哭喊聲 此起彼伏打破直症 第二天 師姐身份公佈 她是林青霞和林里的母親 馬蘭英 林青霞的母親馬蘭英 從60歲左右 就關節炎嚴重 看了很多醫生也不就效 當關節炎發作時 她就很痛苦 家長在馬蘭英的晚年 四個子女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林青霞的妹妹在美國定居 林青霞的哥哥從事國際貿易 張家安在美國 大女兒在內地生活 林青霞在香港生活 沒有一個子女在馬蘭英的身邊 馬蘭英曾經希望回到大陸 和林里生活在一起 但是仔細權行後她又放棄了 她覺得自己沒有撫養過林里 而林里也有三個兒子的事情要操心 如今自己回到內地只會增添她的負擔 她後悔當時沒有將林里帶到台灣 如果時光倒流再苦再累 她也要將林里帶在身邊 用盡一次力氣去保護她 去愛她 可視時光無法倒流 缺失的無愛也無法微補給她 而她是那麼要強不肯接受金錢的資助 她寧可拿著450元的退休工資 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也不願意接受資助 大女兒的事情始終是馬蘭英心頭的一度緊 也是一度深深刻在心裡的傷疤 這麽多的因素跌加在一起 身體的痛苦 精神方面的愧疚 傷痛 讓她陷入抑鬱的泥痰 越陷越深 據悉 馬蘭英生前增多次試圖至少有五次未睡 到了人生最後幾年 她的風濕病尤其嚴重 下雨天 她就騰得整夜睡不著覺 而丈夫也年事已高 身體也有蟲病 語言功能有些退化 兩個風濕殘年的老人 手著空蕩蕩的豪華的房子 此女雖然經常有電話打來 但始終代替不了在身邊的那種感覺 2002年 林青霞的父親83歲了 她身體也不好 蟲病前身 行動不便 甚至言語表達都有困難 為了彼此休息好 她和丈夫早就分開房間睡 2002年12月4日 離原單隻姓二十多 她趁丈夫和家裡的保母都睡著了 在凌晨2點左右 馬蘭英從12樓的窗戶KR了下去 那天晚上睡覺前 她沒有表現出什麼異常 曾經有人很羨慕地對她說 你好福氣我 女兒是大明星咧 她膽然回答 她就是個跑江湖的 她對林青霞的成就和名氣 毫不關心 她只關心女兒過得毫不好 她生女也一直放不下 在國外生活的大女兒 警方判定馬蘭英是因為抑鬱政材 因各種手續 臨力趕到台灣時 馬蘭英已經下葬 她們能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 愧疚和夫已交織 讓林李再無親分前場貴不起 痛哭流泰 還是林青霞出言相勸 這者不要再自責了 你和媽媽的分離 是時代造成的 不是你不想進效 而是情況不允許 再後來 林青霞和林李的年紀也漫漫大了 她們依舊天國一方 生活也相去甚遠 但 心中有愛 情不會淡 限下時 林李會去探親 不論美國 還是香港 只要是去見妹妹 在圓的路 都不怕 林青霞也會安靜在家 等著姐姐 笑著獻上擁抱 她知道姐姐什麼也不要 只是想和她聚一聚 說說話 是呀 自始至終 誰都沒有錯 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浪花 打在任何一個小家上 都是無法承受之痛 私人已誓 黑夜已盡 那年的陰差陽錯 已經翻篇 隨風而去 留下來的人 更應好好珍惜 因為血緣 她們相親相愛 哪怕相隔兩地 失散多年 也始終是一家人 好了 今天的視頻 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 嗯